当地时间5月6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在巴黎应邀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夫人布里吉特 共同参观奥赛博物馆 布里吉特在博物馆门口热情迎接彭丽媛 两国元首夫人步入博物馆 观看巴黎1874创造印象主义主题展 和博物馆精品油画展 两人不时驻足认真欣赏著名画家 莫奈 范高 雷诺阿等创作的印象派经典名作 交流彼此感受感想 彭丽媛表示 中法两国人民都十分热爱绘画艺术 希望双方开展更多交流 让两国民众更多感受彼此文化魅力 加深相互了解 希望两国艺术家们加强交流互建 相互启发 创作出更多精美的艺术作品 在博物馆大厅内 两国元首夫人同正在参观学习的 法国学生亲切交流 同学们分享了自己学习中文的经历 并表达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彭丽媛鼓励大家努力学好中文 有机会去中国交流学习 多走一走看一看 感受真实立体的中国 希望同学们成为中法友好小使者 在两国人民间搭建沟通桥梁 让中法友好一代代传承下去 奥赛博物馆是法国国立博物馆 1986年建成 是世界上印象派和后印象派藏品 最丰富的博物馆 可以落着 每个2000年 在二国一后印象派对中文化素写对中文化素写的 我设计